鏡頭帶過去這一排 是不是都非常需要改造呢 誰還在穿 對吧 他是美國隊長 這個是好問題 美國隊長 菊子北你 你平常是都穿很緊身對不對 因為我的身材很好啊 不是跟他們一樣啊 所以我 尤其你好的身材要給大家看嘛 老師給大家看 那你身材很好 為什麼要穿假腹肌出門 身不好嗎 他剛剛趕時間沒有沒有時間回家 汗胃還是蠻重 所以你平常 你平常都穿什麼 Casual的運動的背心 比如說給你看 上次我去一家餐廳 然後他們說 好像在餐廳裡面穿這件衣服 不太適合 因為 這是 這健身穿的背心 對啊 這是很Casual 裡面要不穿還是很小可愛 一定要穿布拉吧 對 穿布拉多適合對不對 對 他總有一家餐廳 我就是去吃飯的時候 他們說不好意思 你要穿多一點的衣服 對啊 那時候看在餐廳裡面 都是 大家都穿Casual的 但是說 這樣不行啊 這不是Casual 這是運動 對 他是專門運動 像你今天穿的那個 Superman 他也是訓練的衣服 對 但你卻拿來配牛仔褲 他大部分的時間都在健身房 他很少離開健身房啊 對 就是穿這樣 武者你不要急 等一下就輪到你了 所以這樣不適合 如果你今天穿這樣牛仔褲 你把你的上衣換成一個 黑色素色的 緊身的 單色很基本的背心 超好看 我每一次看到 柯子培 我有點不太舒服的感覺 不是因為他的長相 不是想吐的那個不舒服 但是 因為我每次看到他 我不知道是他的肌肉太大 還是衣服太小 就感覺沒辦法呼吸 你看你穿底下素的那種背心 就很好看啊 對啊 那個灰色右下角那件蠻好看的 你不覺得看到 有一點缺氧的感覺嗎 太緊了 他就覺得太緊 其實我在這裡 我在笑 但我其實全心都是害怕 啊 我明白 我記得問題在哪裡啊 你去處理會 我有肌肉 你沒有 歡迎柯子培 柯子培呢 柯子培呢就是由 這個環環老師 Yeah He's a bad man Oh 環環老師改造了 Oh damn 帥哥 Yeah 帥 來環環老師 整套的重點 搭配重點是什麼 對 主要是因為他其實身材真的很好 對然後他 因為他太想展示 反而會讓人家有一種壓力的感覺 對 對然後所以我覺得他的身材 應該要有色塊的切開 這樣比較不會有讓人家那種一片 就是 就是太兇狠的感覺 然後因為他其實很 就是很有氣勢 所以就是我們 就是有一個老虎中間 然後有一個亮點 一個顏色跳出來這樣子 好帥 然後他如果想要休閒的感覺 我們可以選擇這種皮質感的外套 然後上面有一點巧思 又不會太無聊這樣子 對 而且不是說整個黑的 對 這是不是你穿過最鬆的T恤 對 沒有 有道理 有道理 我更怕你那個黑色 你就看起來像一個Bad Boy 現在 你可能會有一個摩托車什麼的 我覺得你穿這樣 我放在那裡覺得你就是很酷 然後也會讓我覺得 哇 這樣我有點怕他 你穿很緊的我就覺得 阿龍你今天是不是很緊張 因為我覺得你今天話特多耶 沒有 你不很怕怕的 我只是 我只是懂得比他們多而已 我覺得你好不舒服 我覺得你趕快去換衣服吧 對啊 而且 他現在換衣服 甩了他 而且 你不是要好好穿嗎 你覺得好刺眼喔 不知道為什麼 對啊 可是Danny穿那件 那個鞋子真的很好看 可是這個也只能在冬天穿吧 冬天 他其實 他有亮點 他脫掉的話 他單品也是很亮的 可以嗎 不管他穿什麼 就看得出來他很壯 如果是這樣 剛剛明昌老師有提到 他們主要就是顏色的問題 就是太濁了 對 所以就是我們盡量是用 高彩度的東西 然後搭配整體這樣 OK 對 對啊 你適合穿亮 你也都穿太暗 而且他穿這一件 跟他剛剛超人那一件 一樣都看得出來 身材很好啊 對啊 我覺得有一個小細節 如果他改了 我覺得會再加一點分數 就是他的頭髮 太整齊了 太整齊了 對 整齊的頭髮 你看上去不管穿什麼 就是沒有那麼年輕 是 OK 那個反差太大了 剛剛壞男孩 因為他主要還是想要 呈現一個帥氣的感覺 然後因為他平常 真的太運動了 然後其實我們這種 有一點休閒 我們也可以搭皮血 讓整體其實不要太過運動 或者是怎麼能夠休閒 幫他那個頭髮弄一下 稍微 稍微 有啦 稍微 有耶 比較有血 對 這樣整體更加分 OK的啦 因為你剛才太貼了 太貼了 這樣比較好 對 中曲 推廢的感覺比較好 如何如何 自己喜歡嗎 還不錯啊 我 他在問我啦 我抱歉 我爸還 他在講話 非常笨的感覺 我喜歡 對 第一次我看不到我的身材 所以有一點 可是我覺得他拿回去 真的不用 我覺得他拿回去之後 T恤還會是 拿去烘 要讓他縮水 對 又不是潘老師才要烘吧 潘老師是剪 潘老師當然很緊 對啊 可是我覺得這樣很好啦 是 比起他原本的 我覺得年輕了 至少這件事有做到了 有耶 他頭髮剛剛 對 明川老師稍微 鬆一點 不要那麼貼 對 可以耶 也改造成功耶 謝謝花花老師 謝謝 斯洛瓦克跟台灣差不多一樣大 斯洛瓦克1.3個台灣大而已 但是人口差很多 我們只有540萬個人 哇 更少 哇 好少喔 所以算是很少 以前的人口比較多 但是現在很多外國人要出去工作 因為其他國家的那個生意比較好做 六十來的人要做生意的話 他們要開餐廳 所以現在我們國家餐廳比人多 所以每次有朋友 都沒有顧客 餐廳比人多 這聽起來很慘耶 所以剛剛叫你去虎地島 太超商是OK的啊 好悲傷 所以真的有人這樣耶 太難過了 所以每次有朋友來我們國家玩的話 我們要帶他出去吃東西啊 但是很多餐廳是關 下午就是不會開 然後開的餐廳裡面 朋友上次跟我說 我們一進去的話 完全沒有人耶 所以他說 就好像鬼屋一樣 完全沒有人耶 好 所以這個看起來 我們的那個餐廳跟食物是不好的情況 如果沒有人 但是問題是因為我們的人很小 哦 人太隨時包吵 柯子培一走進來 店員還跟他們說 啊 啊 對 那個城市我們就大概十二萬個人 所以很小 十二萬個人 對 沒有很多人耶 所以每次我交往一個女朋友 一定是 她跟我的很好的朋友交往過 所以 平均保證啊 我們是家人 耶 就是我跟女朋友分手之後 馬丁還搶著要說 欸 這個結束了 還是第一位 有一次我一個朋友說 搶人耶 她叫到了一個女朋友 她想要介紹給我 所以我們在酒吧見面 那我到了 看到那個女生 我嚇到了 她跟那個女生一起已經一個月多了 那個女生是我的第一次愛 哦 我們一起大概兩年多了耶 是 天啊 分手以後跟朋友交吧 所以那個晚上很大 可是還是說這個事情 這個情況對你來說 已經很習以為常 還是你們還是會尷尬 很尷尬 所以我的朋友跟那個女生還會分手 哦 我們一定不可能約 一個朋友的前女友 而且不想被你打 但是 但是人口這麼少 這事情總是會碰到的啊 對 所以這個是問題啊 台灣人口很多耶 所以我在台灣 就很難習慣 住在這裡 不管我去哪裡都很寂 好像是我以前朋友 因為台灣人很喜歡拜拜 以前我朋友請我跟他一起去拜拜 那我告訴你 妙裡裡面人很多耶 我們開始拜拜了 我拿了一個 一個賞 那就開始拜拜了 所以你要說一二三對不對 那我拜拜完時候 我在想 怎麼會我沒辦法長起來呢 我看上面看到了 我的賞卡住了 我在前面站著 阿媽的圈圈頭髮裡面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阿媽的圈頭髮起來了耶 他沒有發現 突到前面 剛好他沒有發現耶 但是我嚇到了 他沒有發現 他沒有發現 天啊 有可能是假髮 不是 不是 很燙啊 會燙 直到整個像火球一樣燒起來 是 柯子培來覺得自己闖禍了 每一個地方人很多在他 後來你就趕快跑掉了是不是 沒有 我還是把那個箱子拿起來啊 他沒有發現 還拔不起來是不是 有 卡住了 太急了啦 我就對你們這樣地大物博人 一定會覺得台灣太急了 對 小時候我們要吃什麼東西啊 你要吃雞啊 兔子啊 豬啊 我們自己要吃豬啊 然後啥 對 這話到你不會把它取一個 很可愛的名字啊 不會吧 小朋友會啊 對不對 取名字就是放感情嗎 對 會有感情的 請問還有什麼慘絕仁寰的故事 哈哈 在我們國家 爸爸們都會很早叫小孩這麼開車 所以我還沒到八十歲的時候 八歲開始載我爸 我還沒到八十歲的時候 我一直都這麼開車 小小的 小小的 對 還好啦 你因為車子陪五歲就退伍了 哈哈 我記得有一次 不要胡說 大家來胡說嘛 我們才沒有胡說 我還記得有一次就是 我爸爸讓我扶著車 他在我旁邊坐著看包子 我是開心地開車 然後不小心的是 突然沒辦法控制車子 我還叫爸爸幫我 但是他沒有回我 然後我看他 他已經睡覺了 他睡著了 他睡著了 睡覺了 你現在要睡覺一下都昏倒 沒有 沒有 沒有冰咖啡 所以那時候我真的害怕 然後不小心的 我的速度大概六十公里 我轉到那個安全道 哇 所以我的 我爸爸的車壞掉了 我也受傷了 爸爸也受傷了 我的天啊 所以我們回家的時候 媽媽 他到底八歲給你 八歲給你開車的概念是什麼 鄭瑞典也會 但是不會那樣子 就是比如說可能就是 坐在推上 然後會 會就是空氣 對 也好危險 或者坐在旁邊 然後會負責那個手牌 就這樣子 因為你怎麼踩得到油門 又看得到上面 沒有 他剛好踩到油門 但踩不到煞車 差不多 就在隔壁 踩不到 八歲那太扯了 好誇張喔 對啊 我們外國人踩得比較高 所以比較容易可以踩到 好可怕喔 還是 是只有你爸爸這樣還是 還是附近都這樣 對啊 所有的爸爸 所有都這樣 大家都會開車 很小 高等的時候 我們大概下午一點會下課 一下課回家 學功課 然後我們只有 意思是我們不管去哪 幾點回家都OK啊 我們一個禮拜 三天到四天 我們都會睡覺 去朋友家什麼的 就睡在同學家這樣 對啊 同學朋友家什麼的 對啊 我跟你講我差不多 十三十二歲的時候 我通常半夜兩三點才回到家 這樣可以嗎 對 應該是因為我們小時候 我有一些鄰居 然後我們是去打獵 去練那個碗胸 要去森林裡面 半夜的時候 而且你看 那個時間 如果我那麼晚回家的時候 我的阿姨會說 你那麼晚回家 你都不要回來了 你們不要超我們 他會把門管 不是懶惰的一種 一定要在外面 其實你們都很幸運 因為現在時尋很方便 有Julie的戀愛 對 很方便 但是好像我以前 年輕的時候 我在斯洛瓦克 我的女友在匈牙裡 那時候我都沒有錢 我是學生 所以我下課 每個晚上我要去打工 我把打工的錢 我要給我的隔壁的鄰居 所以我可以貼她的手機 因為我也沒有手機了 然後那個手機 也沒有什麼錢 所以留下來的錢 都要放在手機裡面 我才能打電話給我的女友 有一些晚上 打工比較沒有那麼忙 我們聊天 一幾分鐘而已啊 有時候一兩個小時 但是當每個晚上 一樣的時間會等我 所以如果那天我沒有打工 沒有錢 我沒有打來 她會擔心 剛交往的時候 當然有很多小的問題 但是你們交往很多的時間以後 一定有碰面這個問題 愛情只能三缺一 學 三缺一 以前我在英國工作的時候 我的女友是在巴西 然後我們交往一年多 然後我們的最大的問題是 一個人一定要犧牲他的國家 所以 因為我們要一起有未來 所以我們 我要搬到巴西 還是他要搬到英國 所以一定有一個人 要放棄國際 當然 不能永遠有距離的戀愛啊 就是放棄他那邊的事業 生活啊 對啊 所以但那時候 他不要放棄他的家人 工作 朋友啊 城市啊 我也不想要放棄我的 我的生活啊 所以最大的問題這個 是要犧牲誰要去對方的國家 哦呀 誰要犧牲 對 而且女生會說 如果我不搬到巴西 我不愛他 所以為什麼我 為什麼男生要搬 女生的國家 為什麼不是女生 要搬男生的國家 可是應該金敏哉也搬來台灣啦 因為我覺得 只要夠愛的話 人家快離婚了 你還這樣子 喂 不要亂講 為什麼一定男生 要搬女生的國家 為什麼不是女生 要搬男生的國家 對啊 就因為就是這麼不好 可是你如果夠愛他的話 你就不會想那麼多 對啊 就是不夠愛 所以才會想 如果女生愛我 那不是你會來我國家嗎 那就是不夠愛呢 對啊 不夠愛啊 還是一直選擇 第三個國家 所以這樣後來就沒有了 分手了 對啊 就是不夠愛啊 這真的滿難 因為你要放棄你整個生活 對啊 還有家庭啊 對啊 爸爸媽媽媽也有意見 對啊 搬去一個不認識的地方 然後你等於一切重新開始 他的朋友也圓不通心 我跟你講 真的搬去了對方的險 台灣女生很愛幫忙男朋友 剪頭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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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這個在國外不可能會發生 因為我們一定會給一個專業的人 就是剪頭髮 蛤 我以為這在國外才會發生的 對啊 不是我們國家 一定不是我們國家 不可能不可能 但是以前我的前女友覺得我花太多錢 就是剪頭髮 所以她一直說 拜託拜託拜託 我幫你剪頭髮 好 我給她剪頭髮 我告訴你 這個帥氣的男生 會變成 哪一個哪裡 哪裡 這裡啊 變成一個小屁孩 你看 很好看 不行 很好看 很好看啊 比你現在這個有精神很多 真的 真的 還滿厲害的 只是你的鬍子要留 沒有 這個好像一個三角方斷一樣嗎 還OK 很好看啊 我覺得還不錯 滿俐落的啊 對 還不錯 我都想給她解 斯洛伯克 懶得走 蛤 就背著沒有 有這件事 有這件事 女生不 很累不想要走的時候 我們會背著她 這麼好 比如說 什麼 以前我們去爬山的時候 女生想要看風景 但是我們爬到一半 她累了 她要休息 我們休息一段時間她說 她要回頭了 因為她太累了 真的沒辦法 所以我有點難過 她真的沒辦法看到她 想要看到的風景 所以我說好吧 你來 你騎我就好 所以她跳上來 我 你騎我 你騎我就好 是騎馬嗎 是好像騎馬那種的想法 哇 你上我的背就好 不是 背我 背我好 騎我好 可是你有點怪怪 你可不可以出來 跟胡亨貞示範一下 好害羞 可以 我真的要講 我就說你的女朋友 也要像這麼小隻的 才可以啊 對 她們都背得動嘛 所以她們感覺 不是這樣要看 就是愛她嘛 是不管她是 可是你沒有背好 她就跌到山崖一下 可是如果你女朋友 是危險啊 當然是危險啊 可是如果你女朋友 是像梁赫群這樣身形的話 可以啦 可以 我不行 沒背她 沒背她 爬到底峰這樣來了吧 哇 太背了 你可以溫柔點 真的 欸 我愛你 我愛你 這樣放得上嗎 我覺得她會出事耶這樣子 臉都紅 可以了 她剛剛腳在發抖耶 誰 她子培啊 合理啊 合理啊 每年10月30號到11月2號 墨西哥會變成一個 很恐怖的 但是很 有趣的地方 我以前有參加過 墨西哥的 王林家 喔 這個那個 對 還有最新那一集 007 那個一開場 也是在這個王林 對 也有 超想參加這個的 這個好好玩 很特別耶 墨西哥人會用幽默的方式來面對死亡 所以很有趣 他們會把家裡會在窗戶會窗戶上面會貼著這些土骨 他們真的會化成這樣喔 然後他們臉會化妝 所以他們臉會變成一個土骨那種的樣子 然後他們頭上會戴著一個花拳 然後他們會去 他們會帶蠟燭 衣服 酒 然後把這些東西都會放在 墨前面 上面 等於是他們掃墨的時候 然後他們會 跳啊 唱歌 然後他們等到晚上十二點 因為晚上十二點有一個 一個 bell 他們聽到那個 bell的時候 他們開始唱歌 然後他們想要把 书人吵醒 因為墨西哥人 相信 那天所有的鬼魂會回來地球 跟他們的家人見面玩 對 那天朋友跟我說 因為他請我跟他們參加這個活動 然後他說 晚上我要不要跟他們去 野餐 我說野餐 晚上去野餐哪裡啊 然後他說 不用擔心你跟我們一起來 我們準備麵杯啊 枕頭 然後食物 然後晚上他們帶我去 公墓野餐 喔 他們會花一個晚上在那邊 跳舞唱歌和酒聊天 哇 好酷喔 好酷喔 超酷的 這就很好玩 很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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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起來很恐怖 但是對他們來說 這個是一種尊重 一種愛 這已經是真的變成夜總會了 超級的 超級的 超好 超好 你真的把他們吵起來了 你就知道了 我2013年 我第一次來台灣的時候 我參加這個活動 叫做中原普渡 嗯 中原普渡 中原普渡 那個 塞生豬 然後我以為 我朋友帶我去 我以為這個好像是一個夜市那種的 大家會喝酒啊 吃豬肉什麼的 但是 一點都不是 我一到發現 有很多台灣的 從很多地方來的農民 會帶自己 家裡的豬 有一些豬 超過700公斤 所以這些豬 700公斤 對啊 最大的是700多公斤 在台灣 要比重啊 對 這是一種比賽 對不對 然後 我聽說他們會用 用力會餵這些豬啊 而且前幾天 他們還會給這些豬 蝦子吃 所以他們可以增加他們的體重 吃得更胖 給他們蝦子 是喔 蝦子 他在比大隻 對 那你們知道中原普度是幹嘛的嗎 不知道 就是 我聽說好像他們是那個 尊重一種神 所以他們想要給那些豬 神 是鬼 鬼門開啦 七月鬼門開 給好兄弟吃 就是說他們好不容易鬼門開了 然後他們來吃東西 Lunar year的七月是 鬼的那個get會打開 所以鬼都會出來 所以我們要給大家都很多東西吃 不要來煩我們 喔 這個好恐怖耶 很多豬耶 超過七百公斤耶 對啊 豬嚇到 沒有人想要吃豬肉 第二天 因為第二天他們會 那個晚上他們會傻 然後他們會Display 你可以看到那些 誰贏了 誰沒有啊 然後你可以在旁邊去吃豬肉 你會吃哪個 對啊 他們會 他們會餵這個豬兩年多耶 哇 我覺得台灣人為了花小 神祥小錢 花大錢 對啊 我有一個朋友 你是在諷刺Gigi的老公嗎 不是 有一次我朋友問我 我要不要陪他去租一個很大的車子 因為他們家人需要 所以我以為他們要去旅遊 所以我很認真做功課 我在家裡 我在網路上找一些比較好的車子 有泡車啊BMWX啊什麼的 然後第二天我們到了那個租車子的地方 他要租一個很大的藍色的很舊的麵包車 好像很輕鬆 我說你們到底要去哪裡玩 他說不需要玩 他們要去購物 蛤 去購物嗎 他們說因為Costco有折扣衛生紙 所以他們怕東西放不下去他們的車子 還可以租車啊 所以他們租車子 很右側 太誇張了 太誇張了 怎麼會這樣 換得搬衛生紙的租車啊 對啊 衛生紙一包是可以省多的是 那租車花了多少錢 租車兩萬八 兩萬八 兩千 三千吧 大概兩千都三千塊 兩千八講做 但是這樣也不划算耶 不划算耶 不划算 算都不划算 大家都喜歡開車很遠 拍得很久很早想起床 但是以前我很討厭 因為那時候我年輕人 比較很小跟阿龍差不多 然後我們 什麼 我阿姨一直推我去買香蕉 然後我最後要去買香蕉 然後我拍得很久 那時候人很多 但是因為我很熟 大家會拉 會推我 推來推去 推來推去 所以我每次我是最後一個人 去拿香蕉 但是最後一次拿的人 吃的香蕉是在 盒子最下面的 是已經爛掉了 爛掉了 爛掉了 所以我那時候很痛苦耶 而且我也吃的香蕉都不好 我們國家的時候 有一個很特別的活動 跑步鞋子的店 有一個活動 他們會挑戰你 如果你會 店裡裡面的 跑步集在上面 跑步五公里 他們給你七折 五公里七折 可以不可以 對 所以 跑五公里七折 五公里很累耶 五公里耶 七折 他才七折 那你到底要幾折 沒有什麼的 因為是要跑多快 跑步鞋 你可以跑步鞋 跑步鞋 有鞋 所以那時候有很多 因為我們那時候的城市 比較小 沒有很多人 很多阿嬤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很多阿嬤跟阿伯 跑步的很累 很好 所以他們又設定那個 你一定要這個速度跑 還是你就可以慢慢的走五公里 有速度 對 阿嬤阿公還要限速 要限速 跑完會不會就結束了 阿公阿嬤如果平常沒有在運動 亂跑會很輕鬆 沒有 因為阿公阿嬤他們會買鞋子給小孩 對 但是我告訴你 那年 翔丹節的到了 沒有一個人 一個小孩會拿到跑步鞋 因為阿公阿嬤都跑不完 對 超累 所以阿公阿嬤都是孝子啊 真的 沒有 沒有 你去台東喝珍珠奶茶 一杯就要三十塊 所以台東我每天喝珍珠奶茶 三十塊珍珠奶茶在台東 去台北要六十的七十塊 還有九十的加鮮奶 你買過一杯一百四的 珍珠奶茶 對 真的喔 哪家不好講 對 但是就很貴 但是我倫敦的時候 學家在倫敦很貴 要一個大概一千一百台匹 如果你要買一個 夢特克里斯特二要一千一百 那當然去 剛好我要去那個庫巴的時候 世界上最便宜的地方 是學家在庫巴 所以我飛到哈娃娜 那那邊只有一個三百八十五台匹 差好多喔 差很多 但是這個是在庫巴最貴的地方 因為我去飯店的時候 我買了一個 只有買一個而已啊 所以我買因為三百八十塊 還是有一點 你說三百八已經是算最貴的 對 那邊其實算貴 因為我要回飯店的時候 我在飯店前面 一個阿嬤 延續阿嬤 那邊坐這個學家 然後我問她 阿嬤你在哪裡買的 她說 喔 個別而已啊 我說你買多少 她說她買了一百七十五台匹 所以你人生沒有阿嬤不行啊 對啊 沒辦法 對啊 所以你應該嫁給他 那個阿嬤 那個阿嬤是穿紅衣小女孩嗎 然後在那邊捲學家 那邊捲得到他嗎 這樣的話 一個學家在倫敦要一千一百 在庫巴那邊 不同的地方 不是哈娃娜那邊 要一百七十塊而已 所以我買了四十個 待會兒去倫敦 倫敦房店都買掉了 喔 我的飛機票 跟庫巴住的地方的錢 都回來了 哇 你好聰明喔 我還是走私喔 喂 喂 因為去雜誌的時候我在L.A. 我朋友住從我家大概開車十五分鐘 他住一個地方他要一個月 上班一個月要大概兩萬塊 我住的地方我住一個人 我一個房間一個廚房跟一個游泳池 我付一個月五萬六千 你住哪裡他住哪裡 我在他在West L.A. 我在Sherman Oaks 因為我的學校附近 所以要可以走路過去 那開車大概多少公里 沒有十五分鐘啊 朋友家十分鐘沒有很遠 十分鐘那應該沒有很遠 所以他就是差可能差兩條街 一兩 兩萬變成五萬六 而且我只有一個房間 它有三個房間 對 我國家的那個旗遊 其實每個地方都一樣 所以我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會 為什麼會那個 如果你要坐一個 你要坐一個計程車 它三點五歐元開始 然後每公里會加一個歐元 所以比如說你要坐十公里的話 你要花大概十三點五歐元 如果你要去南部的話 那邊十公里內你就要付兩個歐元 所以你十公里付兩個歐元 你在多數那邊 十公里內付十三點五個歐元 真的還是要到處比價 在我們的那個 我們的城市那邊 大家走計程車 沒有人在開車 沒有人在騎腳踏車 便宜了吧 大家都在走 太便宜了 太便宜了 便宜到我幹嘛自己開車 對啊 這真的太便宜了 這個大元拜的那個票要兩百七十塊 台北的微秀 一樣是微秀的 要三百三十塊 對 所以微秀還是會差 假像台中有另外一個假電影院 那邊要 一部電影要兩百二十塊而已 台中如新 所以台中有兩百二十塊 台北有三百三十塊 所以台北看一部電影 台中可以看兩部電影 中南部他們那個戲院的周邊 會有那種文具店 然後他門口掛說電影票 就會有那個阿婆 就是他有一疊 買一疊那種團體票 然後就會問你說 要不要買 要不要要買 不是不是 那個是團體票 他先買好的 你拿他那個團體券去買的話 那就是說可能就是 比如說兩百一兩百二就看 那你怎麼發現這件事 因為他周邊 你去看他周邊 就寫說電影票 為什麼要去電影 那個電影票 為什麼是這個旁邊文具行賣 然後那阿婆就說 他要不要買 那要多少錢 那比如說他說原價兩百七 你剛剛買可能兩百一兩百 這樣子 台中阿媽會給你一百一百八十塊 電影票 你看到沒有 一百八十塊 台中如新 前面有一個阿媽 她會賣給你票 我以前去 海岸的時候 大家都在推薦 去海岸要喝酒 因為那邊很有名 是喝威士忌 但是我發現去海岸的時候 很多地方沒有冰塊 所以他們不會喝威士忌用冰塊 然後我說那到底你們怎麼喝 所以海岸的 海岸有一個東西叫做威士忌的石頭 冰石 這個知道 因為他們非常 他們的溫度要15到18度 所以他會幫你安排 設計他們的那個威士忌的溫度 哇 這很特別耶 因為 如果你們裡面會放那個冰塊的時候 他們會吸吸 會有水 對 所以不好喝 所以如果你們愛喝酒 你們去那個地方一定要買這個威士忌的石頭 味道不會變 你說在哪裡買 海岸 艾爾蘭 有啦 這個石頭台灣有在賣了 你可以買得到 是真的石頭嗎 不是石頭 所以你現在是說他這一段不用講是不是 那如果你剛好去艾爾蘭啦 那邊買比較便宜 那我用鵝卵石也不行就是 你買你的 不行啊 鵝卵石也是有年紀喔 真的 很重要 聽說倫敦的時候 很多朋友來找我 然後他們 一直想要我帶他們去玩 然後我一定會推薦一個地方去玩 如果你很喜歡看風景 一定要做倫敦的 倫敦夜 倫敦夜 對啊 草莓的風景非常漂亮 但是以前很多人在抱怨 因為要拍得很久 有可能一到三個小時要排隊 但是現在 皮奧會包含一個電影 呃 電影員的那個 你可以看一個一個4D 4D電影 是的 現在你可以看 你不需要排隊 你可以先去看電影 4D的電影 那邊要花大概20到30分鐘 然後從那邊直接可以上去倫敦夜 對 所以現在不需要排隊 但是如果你沒有跟他們說 你賣票的時候 你是說你要做 那他們不會讓你們進去 所以你們要提醒他們 你要看電影 要不然你們外面要拍得很久了 所以看電影 可以直接進去看完上去啦 對 對 那這蠻好的 所以我住在北部 SALVADOR 然後那邊是最有名的食物 是ACRAGE 這是什麼 這個是一種麵包 但是這個麵包是用 豌豆做的 豌豆 水煮那個豌豆 然後他們是去皮 然後做一個圈圈 然後放在那個油裡面去炸 對 然後這個裡面還有 他們還會放不同的青菜 沙子 不同的那個醬 對 但是世界上只有那個地方 巴西到北部可以買得到 所以不管你去哪裡 你是海邊 你看好像這邊有一個阿瑪 他也買這個東西啊 超好吃 所以全白熊 巴西炒大 南部吃不到啊 所以你去北部的時候一定要吃 要不然你白去了 沒有其他地方可以吃 白去了 他說真的啊 因為他說的這個地方就是 有點海鮮口味齁 嗯 我有一個朋友他非常很倒楣 他每次要去旅遊的時候 他機場有很多問題 大部分的問題 都是行李的問題 這一次我們去香港玩 他那時候在軍備那個去千美比賽 所以他在香港買很多藥品 高蛋白 胺基酸 吃到喝的東西 那邊很便宜 所以我們從香港要飛到澳洲的時候 我們到澳洲的時候 他的行李都不見了 我們等了很久 然後有三個警察來找我們 他說你們的行李有問題 這是什麼問題啊 他朋友的行李 兩個行李裡面 他把行李打開 都是全部是藥品 但是這個不是問題 這個都是合法的 所以可以帶進去的 但是問題是 每一個藥品是中文的 所以他們聽不到的 所以我們被抓走了 我們在機場等九個小時 因為他們要反映每一個的藥品 現在英國旅遊的時候 我有一個朋友 我們花兩天的時間旅遊 什麼都OK啊 第三天我這個倒楣的朋友來 叫我們 所以我們現在是三個人 那我們很喜歡玩那個機械運動 所以這一次在倫敦 我們要去坐那個雲小飛機 雲小飛車 對 雲小飛車 對 雲小飛車 然後我們坐那個自由樓梯 你要這樣上去 然後你這樣下來 對 所以我們上去了 那個車上去最高的地方 然後我們等 等 nothing 繼續等 nothing 然後突然聽到一個聲音 他可能是在掉你的胃口 就是讓你停 他要等一個聲音 停叮叮突然 沒有 沒有什麼突然 這個問題沒有什麼突然 所以我們等很久 突然從樓下一個人說 不好意思 三位 我們這邊有一些問題 你們要等我們把那個車子 收理好 喔 好痛 所以我們空間等了兩個多小時 欸 他在上面聽到這個會嚇死欸 啊 等了兩個多小時 兩個多小時 我們下來他們給我們那個VIP 所以我們去玩的就是 哪還敢玩其他的 我也不敢玩 誰敢玩其他的 但是我沒有玩 對 沒有去玩 我們之前 20歲的時候我去古巴 然後我要買一個 一個禮物給自己 所以我可以有一個好的回憶 所以我買了一個母雕 哎唷 好恐怖喔 對啊 朋友一直提醒我 他說這個東西在你國家不能 不能帶著 因為很恐怖 對 但是我不相信這些東西啊 好可怕喔 那天我買這個東西的時候 那天有颱風 那天有颱風 都是你愛的 第二天為了颱風的時候 很多文字 所以我的兩個朋友被文字咬 很嚴重他們要去醫院 因為他們過敏了 哎唷 那第三天我們要回來 飛機要回去英國了 那大家都有兩個行李 我們一到英國的時候 兩個朋友行李都不見了 我一個行李不見了 就留下來一個行李 一個行李裡面就有他 哎唷 所以從那時候開始 我的朋友到現在一直怪我 這一輩子我真的我覺得 一個最不值得的地方 是在去法國的路 怎麼會 這怎麼了 我真的覺得不好玩耶 因為 第一個東西 不是第一個觀光客要去的地方嗎 是的 對 但是沒有那麼好玩耶 因為第一個東西是 我沒想到 這個地方是很大 我發現你沒有留鬍子 比較帥耶 謝謝 你已經很幸運 你可以走到最前面耶 我們都每次去看摩娜麗莎 她都超多人在看她的 你知道我等了多久嗎 快三個小時 所以我可以靠近她那麼近 哦 當然了 該輪到她了三個小時 這個地方很大 很多人是花半天的時間在地下 那地下你收集沒有什麼點 你不可能會打電話給朋友啊 那我跟女朋友一起去的時候 我迷路了 所以我也找不到她 而且法國人他們不太喜歡說英文 所以他們都不理我 所以我也找不到女朋友啊 我找不到出口啊 人很多 然後就是好像我剛剛說 要等三個小時的時間 所以你可以靠近那個摩娜麗莎 但是靠近就是也看不到她的微笑啊 對啊 因為她真的很小一個 我真的講說她遠處看大概 大概比這個還要小 對 比那個小 對 比那個還要小 所以剛剛是你那個地方 是你站那個 最可以靠近的那個地方 摩娜麗莎那個後面呢 很遠耶 網路看就好了 我跟你講她就有點像這樣 要戴望遠鏡啊 然後她就有點像這樣 這邊圍起來有沒有 然後摩娜麗莎就在裡面這樣 然後就大概是那四 比那四個還小 然後她說看了摩娜麗莎 也沒有再微笑 因為她人多她不高興 太過擁捨了 妳來這樣 來 妳在望遠鏡啊 對 然後有羅夫公人多的影片嘛 給大家看一下 羅夫公的超多人 喔 每天都這麼多人多耶 因為... 因為外面人很多 然後畫裡面人也很多 拉莉莎 就她 每一個... 最後的房間裡面有那麼多人耶 她不是說摩娜麗莎自己一個房間 她是就是在剛才這樣很多的畫 其中一幅 而且畫裡面也好多人 所以看起來就整個就是 密密麻麻的 可是我講真的妳如果喜歡 譬如像我喜歡看這種東西 所以我每次去都還是會去羅夫公 然後她的每一幅畫 都有很多這個作者的特色 跟她 細節耶 裡面很細膩的啦 對 還是...還是滿值得去 可是人那麼多 妳想要站在一幅畫前面好好欣賞 妳就會這樣子 也...很困難 但是...一直被擠啊 如果你只是針對蒙娜麗莎的話 那就不建議去 但是如果妳是想要去看那個時期的作品 跟那個時期發生什麼事情 都可以從畫上面看 妳就可以去 因為她很多東西可以看 對 妳才麻煩妳知道嗎 我們... 那個男生真的很麻煩 我們想一起去旅遊 我們去廣州玩 我們從飯店要離開的時候 她說我先下車 下去叫計程車 因為那邊很難叫計程車 所以我先下車 先上車 她說她馬上到 那我等一分鐘 一分鐘變成 五分鐘 五分鐘變成 二十分鐘 一小時 妳知道 計程車費已經變成500人民幣 哇...好快喔 我就是... 我沒有現金了 所以我要付錢 我要下車了 她說她馬上到 我下車 我還要等妳 三十分鐘 才下來 妳到底在幹嘛 加上她來罵我說 皮特妳怎麼可以讓計程車離開 啊不然咧 因為她在樓上化妝 對啊 沒有... 那妳在幹嘛 這是有理由的啦 第一個 跟她旅行她是個痕跡 就是個性痕跡的一個人 我是在... 修煉妳 就是讓妳修行 深... 深呼吸放鬆 然後第二個 她先要搭計程車 是那個一般的一台計程車 我喜歡那種露天的 就是在廣州有一個美好的回憶 跟我的兄弟在那邊露天 搭那個...沒有...就是... 一個司機在前面 然後沒有一般的一台車的那種感覺 這個沒有好的回憶啊 妳知道那個晚上 有一台車在...在...在那邊沒有門 所以...所以裡面很冷耶 所以我們切... 那個開車的人的外套 我們兩個人站在裡面耶 是不是很甜蜜 你跟他有說好甜蜜啦 奇怪耶 我朋友來找我在英國的時候 他也不用買SIM卡 他首先不用Wi-Fi 先不要什麼的 我們先回去房間再買 我們去前院轉的時候 我...很多人 所以我先上車 他來不及 他在外面 門關了 所以我跟他說 所以我跟他說 你等我回來 他說OK 所以... 我前一站我到了 我要回來了 他不在 蛤? 所以我以為他... 他要跟著我 所以我回去第二站 他也不在 嗯哼 我在前院站裡面花了七個小時 跑來跑去... 跑來跑去... 他都... 他後來... 後來為什麼他離開捷運站你知道嗎 為什麼 沒有耶 這個可疑人物一直在裡面 七個都來弄去 會不會有什麼企圖 奇怪耶 但是你看沒有Wi-Fi 他也英文不好 所以我真的很擔心耶 所以七個小時以後我說 好 算了 我會去房間了 那...我一到... 不是房間 是我家 我到家的時候 他在我家門口前面等我 蛤? 我說你等多久了 他說 大概七個小時 因為... 他有我的地址 所以他直接... 他以為我說... 他就直接坐到目的地 對啊 就下車就在大家門口 想說 柯子培七個小時到底去哪裡啊 沒有 我告訴你 我有跟他說 你等... 你等我回來 他以為我說 你跟我回去 你不要... 你不要講出來 你用比的給我們看就好了 對... 你當初怎麼會跟他比的 你... 對啊 你... 你到我家等我 他們一直很二差的 到我家等我 你在這裡等我 到我家 誤會了 對 你再說 對 所以你就要先回家 沒錯啊 所以整個故事 問題最大的就是你啊 對 好像是你的問題 真的 這是柯子培的啦 怎麼又是這麼小的 對啊 我覺得大家都好厲害喔 這比健身房的啞鈴還輕耶 對啊 而且這麼小 還是你裡面只有帶一套 美國隊長的衣服嗎 沒有 很適合 怎麼會這麼輕 你搞清楚巴黎喔 不是巴黎島喔 巴黎十四度喔 十四度 十四度六天四夜喔 怎麼會 噓... 是什麼 親摸一下 這是什麼 我的天啊 嚇死了 超可愛的 超可愛的 是很可愛 但打開那一瞬間 有點漏尿耶 像說四十五五五之類的 對啊 這是什麼 不好意思 這是安娜貝爾續集的那個 不是 這個是我的幸運的青蛙 哦 你們記得那個 那個彼得圖 那個那個卡通 彼得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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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從那個裡面來的 有這隻喔 有這隻喔 我一直去英國的時候 我買它 然後從那天開始 我的運氣很好 所以就帶它 可是它的眼珠 怎麼有一點白內障 而且它頭有點發眉 欸 我們在法國也會吃青蛙 知道嗎 吃青蛙 然後你這邊是什麼 其實 我有 我有戴十五件內褲 你戴十五件內褲 然後沒有戴衣服 沒有戴衣服啊 沒有戴衣服啊 不是 你是要去那邊賣是不是 那你戴誰要齊全喔 我覺得你... 因為萬一有杜力這樣的客人 怎麼辦 你是不是比較容易弄髒啊 你是每一天都穿同一套嗎 呃... 我在那邊賣啊 喔 所以我什麼... 什麼東西我會用信用卡解決 我那邊買東西 然後帶回來 喔 我以前買了很多東西 可是不好意思 因為我們是規定是六天試驗 對 那十五條內褲是... 一天去... 一天去... 換大概三次 早上 晚上 然後如果... 為什麼要換到上面 對 這個部分 大概衛生很... 很...很... 對 是不是 愛乾淨 難怪我換 一天要換三套啦 對 去那邊六天四夜 就剛好十五套 他是這個意思 然後他的意思就... 他就是每天三餐飯後 人家是吃藥嘛 他是換內褲去 哇... 什麼行程啊 天啊 好啦...OK啦 所以你是已經說肚立不注重衛生囉 到底你們是去哪裡找來這些神經病 這個問題可以看醫生解決了吧 要不是沒戴內褲 要不然就戴十五件內褲不戴衣服 因為這些東西在那個飯店不好洗啊 而且一定不會乾淨的 一定要有洗機啊 好啦好啦 那你自己戴洗髮精喔 沒有沒有沒有 這個我要給你們看 因為以前我如果出國的時候 買很多洗髮精啊 可能Cream這些東西啊 那個很好用喔 然後... 以前一直都在... 這個...這個部分一直在開 對 然後一起買東西 所有的東西 喔 灑出來啦 對啊 我跟你講一個更簡單好不好 怎麼弄怎麼弄 你就拿3M膠袋這邊貼起來就好了 沒錯喔 只要貼起來就好 因為胃真的啊 都會漏啊 所以我都會戴護衣服 對耶 但如果太熱 如果裡面太熱的話 它會...還是會開 這個障人說啦 對啊 所以不好用噴出來 這個才小用 OK 可是不好意思 因為它四五件內褲嘛 但是一個襪子 這有一雙襪子 對 因為這...這個可以洗嘛 所以你說我們要搞清楚的事情 吳云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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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這裡了好不好 好不好 就結束了吧 好不好 到底還要鬧到什麼時候 如果褲子是長的 你可以穿兩天三天 內褲一定不會穿兩天吧 就不要穿啊 就是這樣子 就不要穿啊 你真的不夠熱 你到的時候才發力會很冷 感覺很冷 不覺得嗎 小胖他戴十五條內褲 一雙襪子 這是什麼衣服 所以你的意思是這邊的衛生重要 但是腳的衛生不重要 還是說其實他這裡太怕冷 所以要一次把十五件穿起來吧 都穿在一起 這個襪子 每個襪子會洗 那你內褲也可以洗啊 那你內褲也可以洗啊 你用休息一定不會那麼乾淨啊 那襪子也是啊 襪子也是一樣啊 襪子細菌很多耶 巴黎用拖鞋好了 去巴黎用拖鞋走 應該是說啦 柯子北去巴黎 他就是六天做的活動 全部都只有穿內褲而已 他沒有任何穿衣服的活動 是什麼活動啊 你們都想得清楚 好啦 這每個人的習慣不一樣嘛 他就可能想說要出去買 去買衣服嘛 然後他有留了這一半邊 可以裝 可以裝青蛙嘛 這就是商業級 對商業級 而且這邊還有位子 你買東西的時候 是 他們一個人沒有位子 對啊 聽說你有一次拿錯行李 我也有 哦 對 對 以前我那個 我那個海港過來說 他要檢查我的行李啊 那我說好沒有什麼問題啊 他打開嚇到了 他問我裡面有什麼東西 他說我說 我一個PlayStation 有一些衣服就在 他把PlayStation放在我前面 他說這個是你的PlayStation嗎 我說對 沒有錯 他說裡面還有什麼東西 我說真的沒有東西耶 不相信我 他帶我進去一個房間 還有三個警察來 一直盯著看著我 他說 我問你最後一次 裡面還有什麼東西 嗯 我說沒有 他把這個行李打開 全部的東西都是 哦 好誇張哦 那他幾個海關跟他 有在裡面跟你試用過一次嗎 沒有 我才發現 但是為什麼要有 那麼多內褲吧 對啊 哦 很誇張耶 那我才發現我拿了 那個另外一個人的行李 但是我們的行李一模一樣 而且他們的PlayStation 裡面的PlayStation 也一樣 沒關係 天啊 就有性格兵器啊 什麼啊 對啊 沒關係啦 而且沒有很久以後 有一個 一個人打電話來說他 他都心裡不見了 所以剛好他來 你還這樣安排這個人 還發一個零眼 一天又要800 對啊 真的不是我啦 沒關係 了解你為什麼需要15件內褲 對啊 歡迎大家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只要動動手指 就可以給我們很大的鼓勵哦 記得要按下鈴鐺 讓你收看最新的影片哦 如果還看不過癮的話 記得去點選這邊影片哦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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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